本期节目 白天气温普遍下降1到7度 最高气温是在零下10度到零下3度之间的 早上更是冷上了一个新台阶 最低温仅大连还能达到零下8度 其他城市都是低于零下10度的 辐射和铁岭更是达到了零下22到零下20度 好在今天大部分城市的北风都稍有收敛 都是在3到4级为主的 大连和银口北风预计达到5到6级 今天也有可能会成为今年39里最冷的一天 那39的后半段省内一直是冷暖气团交替变换 虽然说没有什么极寒的天气出现 但是体感温度也是不高的 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 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气象主国陈天将会在7点钟为您播报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春节放假调休的安排 2022年的春节很快就要到了 相应的放假日期也在昨天出炉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 2022年1月31号也就是除夕 到2月6号也就是大年初六 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1月29号星期六 1月30号星期日 这两天是要上班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的疫情 那1月9号的0点到24点 天津市新增2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在金南区 新增4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5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昨天上午呢 天津市文旅局发布了紧急通知 即日起暂停天津市旅行社 开展旅游业务活动 督促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 依法妥善处置游客行程调整和退团退费等事宜 那为了配合天津市疫情防控的政策呢 在今天零点起 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 已构成车站为天津地区车站的 各次列车有效车票的退票的时候呢 均不收取退票的手续费 再来关注一下河南的疫情 1月9号零点到24点 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0例 分别是郑州24例 安阳15例 许昌21例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病例 2例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那另外呢 昨天零点到12点 河南宇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4例 截至昨天12点 宇州市本轮疫情 共报告了确诊病例194例 目前呢 已经全部闭环转运至 省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再来关注一下陕西 1月9号的零点到24点呢 陕西省新增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15例 均在西安市 治愈出院88例 好的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 我们来关注一下江戈案的进展 昨天上午呢 江戈母亲江秋莲 诉刘欣 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一案 在山东省青岛市 承阳区人民法院 一审宣判 法院判决被告刘欣 赔偿近70万元 2016年 留学日本的江戈 在东京自己住所的门口 被好友刘欣的前男友 陈世锋杀害 年仅24岁 2017年12月20号 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 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 判处被告人陈世锋 有期徒刑20年 江戈母亲江秋莲 一直没有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 她认为刘欣是有责任的 2019年10月 江秋莲以生命权侵权为由 对刘欣提取诉讼 并索赔200多万元 刘欣现已改名刘某希 刘乃希作为江戈的好友和被救助者 对于油气引入的侵害危险 没有如此向江戈进行告知和提醒 在面临陈世锋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 为求自保而治他人的生命安全与不顾 将江戈阻挡在自家门外 而比杀害具有明显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 基于民法诚实信用基本原则 和权力义务相一致原则 在社会交往中 引入侵害危险 维持危险状态的人 富有采取必要合理措施 以防止他人受到损害的安全保障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 江戈作为一名在异国求学的女学生 对于深陷困境的同胞是以援手 给予了真诚的关心和帮助 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序良俗 相契合 应与包养 其受到不法侵害 理应得到法律救济 刘乃希作为相隔的好友和被救助者 反而以不当言语相机 进一步加重了他人的伤痛 其行为有违常理人情 应予谴责 据此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从2019年起诉 到如今已经两年多过去 对于江戈母亲来说 这样的判决结果又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我要去看江戈 我要把这个给带给他 我要告诉他 妈妈做到了 江戈妈妈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不知道这样的判决结果 在江妈妈心里 是不是对女儿的一种告慰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消息 那9号呢 2022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 在全国各地同步展开了 今年全军共推出2万多个招考岗位 主要招考科级正职以下管理岗位和中级以下专业技术岗位的文职人员 那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 西安 天津 宁波等地考场将延期举行考试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相关信息将通过军队人才网进行公布 强军报国 你我同行 我们期待考生们有一个满意的成绩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 也在等着您一展才华 在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饲养繁育基地 黑龙江东北虎林园 有7个月大的三胞胎小东北虎 他们憨态可居 性格各异 不过这么可爱的三只小老虎 还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怎么办呢 昨天小东北虎全球争鸣活动正式启动了 虎年春节快要到了 起个名字送给他们做新年礼物 您觉得怎么样 这三只小老虎是去年六月份诞生的 一公两母 虽然年龄不大 但幼虎们个个长得十分壮实 这只小虎是由母虎自己带大的 然后就是跟正常我们平时饲养的人工饲养大的老虎 区别在于就是它是吃母乳长大的 才六个多月大 为了训练这三个小家伙的野性 东北虎林园为这一家四口开辟了单独的活动区域 模拟野外生存的环境 为这三只小家伙制定半散养培训 从现在看来这种经过四五个月的这种锻炼 现在野性也很好了 在野外我们也尝试给他放一些小鸡了 小鸭了来训练他这种捕猎的能力 此次全球争名活动旨在让更多的人关注东北虎 加入保护东北虎的行列当中 网友可以通过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 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 以及总台黑龙江总站央视号 搜索东北虎全球争名参与活动 快把你的创意你的期待融入到名字当中 送给我们的三只小可爱吧 虎年到了最令人期待的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了 在黑龙江五大莲池市呢 有两个大型的雪雕特别的引人注目 一个是巨龙腾飞 一个是奥运风采 他们呢是为了迎接新年和冬奥而雕刻的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雪雕作品叫奥运风采 在五大莲池市的南出城路口 它长15米 宽4米 高6米 分别雕刻了滑雪 花样滑冰 冰球 冰湖运动员拼搏的场景 雕刻师傅说 制作这个作品是想祝愿北京2022冬奥会 冬奥会圆满成功 我们俩俩来到五大莲池来做雪雕 做了两个作品 一个是巨龙腾飞 祝祝国年蒸蒸日上 又做了一个是那个奥运风采 祝奥运会圆满成功 国家呢繁荣富翔 为了让冰雪美景成为五大莲池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五大莲池市去年12月中旬就开始人工造雪 还在牡丹江邀请了最专业的雪雕师傅来雕刻雪雕 在五大莲池市的北出城路口雕刻了这条巨龙 我们钓了一条大龙400多方 意思是咱们国家龙腾虎跃 盛世中华 钟师傅介绍说 他们雕刻的这条巨龙长20米 宽4米高6米 用了400多立方米雪 这条巨龙足足有200多吨 银东澳辽宁在行动 1月9号到11号 辽宁省第一届青少年冬季运动会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技巧 和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等三个项目 在水扬体育学院白青寨滑雪场相继开赛了 来自全省各市近百余名士林青少年运动员 经过激烈的比拼 最终的三个项目共产生了12枚金牌 雪上技巧类项目 是辽宁省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的拳头项目 尤其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 更是我国冬奥代表团 在冬奥会期间的重点夺金项目 迄今为止 在我国冬奥会雪上项目收获的12枚奖牌当中 有10枚奖牌都是由辽宁培养收送的运动员获得的 好的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咱们来说一说 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公布了 辽宁有哪个街区上榜了呢 还有辽宁春晚年火大吉热闹进行中 新影片会给大家介绍哪些好货呢 别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我的腰腿 辽宁建腰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不 用辽宁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辽宁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建筑主 你新年好 没有树桃 没有负荡 先放肩 怕这糖多建筑 建筑零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薰勒宝如意 我的腰腿 我做主 说今见腰 好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不 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一安宁丸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第一时间引领资讯未来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最近英国古生物学家 发现了一块完整的鱼龙化石 锦化石的头骨就重达一吨 被生物学家称为 是英国古生物学历史上 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这只鱼龙生活在1.8亿年前 骨架长约10米 和它一比 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 资料显示鱼龙是一种海洋爬行动物 最早出现在约2.5亿年前 在9千万年前灭绝 鱼龙的大小从1米到25米以上不等 体型是类似海豚的 可能存在于英格兰周围的水域 以及大西洋海域当中 最近武汉的520路公交车 推出了一趟特别的夜班车 当天乘坐这趟公交车的乘客 不仅可以乘车免费 还能获得一顶帽子和一瓶热饮 公交车司机说了 夜班人挺不容易的 大家的夜晚是他们的白天 有很多乘客表示 这个冬天上夜班比较冷 突然收到了充满爱心的热饮 感觉特别的温暖 最近在山西近程 焦同学放假回家以后 实行了居家隔离 焦同学的爷爷是叛孙心切 每天都要来看望他八九次 焦同学说了 这个爷爷每隔一两小时 就回来看一次 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 除了送三餐送水 还会给他带一些零食 自己也觉得特别的温暖 不得不说焦同学的爷爷 真是太可爱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隔背亲 是不是 隔离结束后 焦同学可得要多照顾一下爷爷了 我们再来说一位可敬的老人 他叫从惠玉 在十年前 从惠玉老人的独子 遭到非来横祸 意外身亡了 了解到儿子公司 有五十多案的债务和工资 没有结清 花假之年的从惠玉和丈夫 决定打工替子还债 2016年从惠玉的丈夫 因交通意外去世了 交通事故意外去世了 还债的重担呢 就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为了增加收入 从惠玉最多一天要洗近一千之晚 十年的时间 从惠玉将自己所得的钱 全部用于还债 如今呢终于还清了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人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信义大如天 再平凡的人 也应该活得顶天立地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呢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的评审结果公布了 第一批名单中共有五个街区 包括北京的前门大街三里屯 成都的锦里宽窄巷子 我们辽宁有着近400年历史的沈阳中街 也上榜了 这份名单呢是经过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认定的 能够登上这个名单是一份荣誉 也是新的发展契机 来沈阳您一定要记得去中街逛一逛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绝对的名不虚传 绝对的不虚此行 要说咱们辽宁啊 不仅有这个好的景致啊 还有好的吃的啊 过大年半年货 辽室春晚年货大吉还在继续呢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丹东展区看一看 听说那儿来了一位草莓书记 鲜艳欲滴的红草莓 高满肉鲜的大飞蟹 记者今天带您看看丹东都有哪些好喝 丹东来了一位草莓书记孟泽民 孟书记直接拿出了看家宝贝 丹东九九草莓 个儿非常的大 非常的饱满 圆润 第二个呢 它的色泽特别的光滑 它微微淡黄 代表草莓里面的优品 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口感细腻 细腻多汁 丹东九九草莓甜度高 外形美观色泽红润 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为了使草莓品质更高 专家们还专门研发了 适合草莓生长的有机肥料 我们有机肥料的话 是达到国家有机质标准 有机质达到48%以上 丹林甲含量也是能达到6%到8% 真正满足了国家的 有机化肥的标准和需求 我们每亩地投入5吨有机肥 然后坚持划分出安全生态的 种植园区 然后坚持与绿色管理为标准 让老百姓吃到纯绿色的健康草莓 孟泽民是省交头集团 交通规划设计院 派驻到丹东的住村书记 并且是一名二度住村书记 第一次在东港 第二次在宽店 他来到宽店县宏崎村 又在这里发现了新商机 那就是做残涌 残涌也含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而我们村这个做残涌 个头大 特别的肥润 在做残涌界也是一个优品 而且残涌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像维生素A 维生素B1 B2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 第一时间同月张鸿民报道 怎么样您看着眼馋吗 想不想尝一尝 昨天2022年中国商务部网上年货节 辽宁分会场启动仪式 即2022年辽宁5G电商直播年货节盛大起目了 地点就在咱们辽宁广播电视台5G天空之城 那里的年货也是琳琅满目 因有尽有 活动中大小平互动的直播形式 让这个年货节更具辽宁味道 现场还通过辽室TV快手账号 连线服务在乡村振兴站线的第一书记 将各自家乡特产年货好物推向全国 通过参加今天50亿电商直播节 我终于可以把我们村 我们镇所有的优质农产品带给大家 让大家看到 本次年货节不但推出辽宁特色优质农副产品 还将推出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 辽宁文旅文创等国潮佳品 将辽宁制造通过5G电商直播 推向全国打造国潮名片 我们作为全国网上年货节的分会场 以电商直播这种新模式去促进新型消费 满足百姓在春节期间 置办年货的这种购物需求 也让更多的人能了解 我们辽宁的特色好年货好产品 第一时间徐远远李晶亮报道 光大吉办年货一切的岁月静好 都是有人在为我们默默的守护 昨天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北京演艺集团携手中国杂技团 创作的现实题杂技剧呼叫4921 昨晚在北京公演 以此表达对人民警察的深情礼赞 舞台上通过高难骑险的杂技技巧 为观众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 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跨越时空的两次生日聚会 串联起父子两代人民警察 在亲情与职责之间做出的无私选择 为了执行任务保障百姓平安 父子两人先后应功殉职 剧名中的4921寓意着公安部成立于1949年 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诞生于2021年 经过艺术加工 4921成为剧中父子两代人民警察的警号 在剧目创牌过程中 主创团队广泛采协公安干警英雄事迹 深入挖掘和研究素材 将英雄还原成了最平凡最真实的普通人 他们肩扛着沉重的职责 但也有温暖的亲情 在表现形式上 呼叫4921将高难度杂技技巧与剧情有机融合 舞台上巧妙使用地圈 干剂 顶碗 绸吊等诸多荣获金奖的杂技节目 演绎剧情发展 此外 主创团队还为剧目研发了众多全新道具 剧中主人公奋力营救落水群众一幕 舞台上的高空技巧为观众呈现水中悬浮的特效 将唯美的杂技技巧与感人的故事情节巧妙衔接 我们就希望你像欣赏一部电影或者读一部小说一样 除了这种高难度的技术技巧带来的互动以外 更多的是能带给你感动 能让你从这个剧里面体会到人与故事 我们把所有的技术技巧全部藏在了整个故事结构里面 这是无数的人民警察舍小家为大家 用责任和担当守护着万家灯火 最近有一段父子俩的隔空对话感动了很多人 云南文山的四岁警娃昂宝在陪母亲交通执法的时候 画了一张全家符送给作为警察的父亲 9号凌晨正在加班的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民警沈涛 收到了儿子的全家符以后呢 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回复儿子 他说妈妈在外面查酒驾 我在警车里面乖乖画画 虽然反光背心有点宽大 但我也要身披铠甲陪着他 他守住了高速公路的安全 我正把满天星河画下 谁说老爸不在刚刚眨眼睛的那颗就是他 看到父子俩的隔空对话呀 很多网友瞬间破防了 据了解呢 沈涛和妻子戴曲娥呢 都是云南区境市罗平人 先后到文山州工作 沈涛成为了一名为国戍边的移民管理警察 而戴曲娥呢则选择了当了一名高速的交警 两个人的工作单位相距200多公里 婚后长期两地分居 昂宝从出生到现在呢 一直跟着妈妈在广南县高速交警大队的营区生活 三岁以后他就经常陪着妈妈夜茶巡逻和加班 警察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 向你们致敬 作为人民警察 除了有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呢 还要练就一副火眼金睛 1月8号凌晨 青海门员发生了6.9级的地震 地震发生以后 市民纷纷跑出家门避险 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的民警 在出决巡逻的过程当中呢 抓到了一名潜逃了8年的嫌犯 原来当天民警巡逻到辖区某路段的时候 由于路边避险的车辆和人很多 就刻意放慢了巡逻车辆的速度 在三五城区的人群中啊 民警发现了一张脸似曾相识 尽管这张脸戴着口罩 但是呢和民警追寻了8年的载逃人员 是高度重合 于是民警走上前 经过一番讯问对比之后呢 确定了这名女子 就是8年前因诈骗 而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的人员 并且呢立即将其抓获了 巡逻民警说 当时透过窗户往外看时啊 就觉得这张脸很熟悉 我们之前曾经研究过她的案子 不得不说 警察叔叔的火眼金睛 真令人佩服啊 危急时刻 向他们的英勇向前 挺身而出致敬 1月9号12点左右呢 四川绵阳三台县的 福江河沙滩附近 有一名中年妇女 因为家庭矛盾跳河轻声 民警严全接到了警情以后 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面对刺骨的江水 之前呢肋骨骨折 还没有痊愈的她 毫不犹豫地穿上了救生衣 系上了安全绳 并且成功地将这名名字救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凡的岗位上 他们默默坚守 生死的瞬间 他们义无反顾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他们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致敬110 致敬人民警察 好的 今天的新闻上半场就是这样了 稍后主播刘欣陈天为您带来今天的新闻下半场 别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附在肚脐上 对神血血进行资料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态 辅助治疗 多饮 多食 多尿 法令 销售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贴 贴 贴 糖尿病用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现在就订购 10天亮19块8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附在肚脐上 对神血血进行资料 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使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容针灸 学位贴附 资料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 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 多食 多尿 肚脐上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销售 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请没本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附在肚脐上 对神血血进行资料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态 辅助治疗 多饮 多食 多尿 法令 销售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贴 贴 贴 糖尿病用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现在就订购 10天亮19块8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附在肚脐上 对神血血进行资料 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使用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容针灸 学位皮肤 资料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 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 多食 多尿 肚脐上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销售 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效当先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附在肚脐上 对神血血进行资料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态 辅助治疗 多饮 多食 多尿 法令 销售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贴 贴 贴 糖尿病用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现在就订购 10天亮19块8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附在肚脐上 对神血血进行资料 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使用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容针灸 学位贴附 资料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 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 多食 多尿 肚脐上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销售 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130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法》 白忠媒的言辰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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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气虽冷 但是挡不住滑冰爱好者的这份热情 一对老夫妻在北陆公园的冰湖上伴着五环的图形 是一边滑冰 一边捂起了龙凤彩带 表达了他们喜迎冬奥会即将召开的这种美好的心情 最后来看三九天里的花虽然是腊疤 但是章午的天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 只是风大些 阳台上的花苞见词开放 这朵雪粉色的石竹便是第一只 也许是正应了诗人路由的那句诗 腊月风和翼以春 七象万千 用心记录 明日咱接着说 今天虽然寒冷 但明后天温度有所回升 会升高四度左右 天气依旧晴朗 各位在三九天里可以稍微感觉一下 这种缓和的温暖了 好 接下来来看各式具体的天气情况 沈阳晴零下九到零下二十度 大连晴转多云零下五到零下九度 安山晴零下八到零下十五度 辅顺情零下十到零下二十三度 辅顺情零下十到零下二十三度 本西情零下十到零下十八度 丹东多云转情零下六到零下十六度 锦州情零下四到零下十四度 顶口情零下七到零下十四度 复心情转多云零下八到零下十九度 遼阳情零下八到零下十七度 铁领情零下九到零下十九度 朝阳朝阳晴零下四到零下十四度 朝阳晴转多云零下四到零下十七度 盘景情零下七到零下十七度 葫芦岛晴零下三到零下十六度 沈阳晴零下九到零下二十度 第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新闻 天气情况不仅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穿衣出行 也关系着很多行业的生产发展 今日我省智慧精细气象服务平台初步形成 大数据中心也平稳起步 目前我省已经建成了省内普通干线公路气象预报预警服务平台 精细化气象服务产品实现省内公路全覆盖 智慧农业气象服务平台在各市线推广应用 同时东北亚气象大数据云平台投入业务运行 完成精细服务与预报预警业务系统对接 目前已经完成气象大数据系统门户四大专题栏目的建设 完成系统云基座的设计 2022年系统将与天晴气象大数据平台和气象公共云打通 经过全流程的数据处理 最终形成高质量的用户服务产品 2022年我们将强化东北亚气象及相关行业数据收集 共享 存储 构建跨行业 跨领域大数据体系 完成气象高性能计算系统建设 健全气象数据安全管理体系 陆续为农业 水利 交通等行业提供高附加值气象数据服务产品 记者王子焦 刘晨浩报道 好 接下来咱们到新疆博州来看一看美轮美奂的冬日美景 1月9号在新疆塞里姆湖上空 惊陷了罕见的自然现象 这个现象有一个非常酷炫的名字 叫做万华静旋之空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之作美得震撼心灵 好 我们继续来观众新闻 下面这一幕就有点尴尬了 工人师傅四楼封阳台 结果把自己给封在外面回不去了 日前 在山东日照市的一个居民小区内 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啼笑皆非的事 视频显示当时一名工人困在了四楼阳台顶部的踩钢板上 消防车架起长臂 救援人员站在灯高平台上靠近被困工人 随后将工人安全运送到了地面 那工人为什么会被困呢 据了解 当时这名工人敲破四楼阳台的顶棚玻璃 爬上阳台顶部安装踩钢板 装好之后 本来想着从五楼住户家中出来 没想到五楼住户家中没人 房门紧锁 无法通过 结果工人就被困在了阳台外面 这段视频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网友调侃道 这工作也太投入忘我了吧 把自己都给忽略了 调侃归调侃 安全这根强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消防员要提醒大家 登高作业要时刻注意安全 做好防护措施并且规范作业 遇到意外 要及时报警求助 安全常识 下面这两位也应该补一补 前两天在重庆市的大渡口一处 三岔路口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行人被撞倒 不过呢 无论是被撞的行人 还是肇事司机都没有报警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公共视频显示 1月5号晚上9点54分 一名学生模样的男孩 在大渡口区刚花路 翠原路的三叉路口 横穿公路 结果被一辆小车撞倒 视频显示 被撞的男孩从地上爬了起来 搏着脚 跑步离开 随后 肇事的小车车也驾车驶离了现场 被撞的学生在返回家里面 被他的父母察觉到身体的异常 询问之下 才晓得该起事故的发生 家长最后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然后民警在调取相关路段的监控录像 并走访了当事人之后 终于核实到该起事故 并联系到了对方车辆驾驶员 民警介绍 这起事故中 双方都存在过错 小车驾驶员在通过路口时 没有进到观察异物 行人在通过这处 有人形设施的路口时 也没有使用人形设施 而是禁止横穿公路 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不过这起事故最需要引起重视的 是双方随后的操作 民警提醒 遇到此类事故 双方都不要想当然 在我们办理交通事故案件的时候 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被撞的行人当时自觉身体没有大碍 便禁止离开了现场 结果回家之后才发现 由于交通事故导致自己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 甚至可能危机生命 好在经过检查 男孩的伤情并无大碍 民警提醒 遇到交通事故 一定要报警备案 才能有效保护自身权益 发生交通事故时 应该及时地拨打110报警电话 让民警来收集证据 调查该起事故发生的原因 如果遇到身体不适 应该及时拨打110急救电话 到医院进行诊治 针对该起事故的驾驶员 我们也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 特别是在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不管对方是否自行离开现场 还是建议驾驶员 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 报警备案 通过这事也给大家提个醒 啥事都不要想当然 再比如肉里扎刺了 看这是小事吧 但是可能引起大麻烦 沈阳的金师傅就因此失去了半根手指 两个多月前 沈阳法库的金师傅在家干农活时 右手中指不小心扎进根木刺 他简单处理了一下 也没太在意 当时没感觉疼 时间长了我还没注意 只有一个多月干眼了 即使手指有红肿感染症状 金师傅还是拖着没去医院 等到他实在挺不住到医院时 医生看到他的手指都吓了一跳 医生进一步检查发现 金师傅右手中指感染 并发了骨髓炎 远端骨节的骨质被严重侵蚀 因为他这个病程延续的时间比较长 将近两个月 所以说他这个就耽搁了这个治疗 导致着这个感染逐渐的这个蔓延 如果是往手背的这个方向再继续感染 继续蔓延 那可能累积的不仅仅是这一个手指了 有可能是这个整个的手 为了防止感染继续加重 医生只能为金师傅切除了半段手指 医生提醒生活中像木刺鱼刺扎手 还有指甲边出现倒腔刺 如果处理不当 都可能让细菌入血导致感染 如果患出红种两三天没有缓解 应及时就医 以免待悟病情 记得洪亮李晶亮报道 据中国新闻网微博 援引著名主持人张泽群消息 央视主持人赵鹤去世 张泽群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 经济半小时关切国际名声 打假315亲情趣味存真 沉痛悼念 深切怀念赵鹤老师 赵鹤出生于北京 1982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 1987年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担任经济半小时主持人编辑 2008年曾获得中国播音主持金化童奖 另外再来关注 国际田连日前公布了2022年赛季 是各单项首期世界排名 在男子100米 韩室内50到60米排名当中 中国选手苏炳天 以1325分排名第八 同时他也是世界前十当中 唯一一名亚洲选手 上赛季苏炳天在东京奥运会 跑出了9秒83的个人最好成绩 成功继身决赛 另外在9号的晚上 北京首钢迎战 浙江广煞的CBA比赛当中 一名场边女记者和北京队的球员 翟小川 朱燕熙发生了冲突 一度导致比赛中断 昨天晚上CBA发表了官方公告 取消该记者第二阶段 后续比赛的媒体采访资格 好 接下来咱们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广告之后咱们来说一说 网球名将德约科威奇 赢得法律诉讼 获准继续参加澳网比赛这事 能不能有变化呢 还有就是美军 曾经将一名两个月大的 阿富汗婴儿 遗弃在了喀布尔机场 那么这个可怜的孩子 还能被找到吗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腰腿 我做主 输筋剑腰 保护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动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 陈礼界 我的腰腿 我做主 输筋剑腰 保护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不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 陈礼界 风湿 泪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鞋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风寒 除湿臂 除臂 止痛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引领资讯未来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 国际方面的消息 去年8月 阿富汗塔利班 进入了喀布尔 美军撤离 在8月19号的时候 一对阿富汗夫妇 在随美军撤离的时候 混乱之下 将只有两个月大的儿子 托付给了一名美军士兵 但是这名男婴 从此下落不明 很多人都以为 这个婴儿应该是 已经被美军 带到了美国 但是据最新的报道 这个婴儿其实被美军 遗弃在了喀布尔机场 那么这个可怜的孩子 还能被找到吗 这个婴儿名叫 苏海尔·艾哈迈迪 他的父亲 阿里·艾哈迈迪 曾在美国 驻阿富汗大使馆 当安保人员 去年8月19号 阿里·艾哈迈迪 一家在随美军撤离时 因担心 才两个月大的 苏海尔在混乱中 遭遇踩踏 就把孩子托付给了 一名美国士兵 他们以为这样一来 孩子会提前到达机场入口 但当他们越过机场围栏后 就再也找不到苏海尔了 当时有官员告诉 拼命找儿子的 阿里·艾哈迈迪 称孩子可能已被单独 带离了阿富汗 不久后 就可以与他们团聚了 之后这家人 被送往美国 德克萨斯州的 一处军事基地 几个月来 他们都不知道 失踪南英的下落 一家人不得不 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寻人启示 并寻求媒体帮助 其实 8月19号当天 苏海尔就被美军 遗弃在喀布尔机场 根本就没有被带上飞机 幸运的是 他被29岁的 阿富汗出租车司机 哈米德·萨菲捡到 哈米德把孩子 带回家抚养 在苏海尔的事情 被媒体报道之后 哈米德的邻居 认出了照片中的男婴 不过 哈米德起初 并不太情愿 交换孩子 他说 苏海尔已经融入了 新的家庭 而经过当地警方的调解 本月8号 苏海尔与他 仍留在喀布尔的外祖父 及其他亲戚团聚 失而复得 总算是结局圆满 那同样结局圆满的还有 网球名将德约科威奇 昨天 德约科威奇落地签证案 终于有了结果 在昨天下午结束的听证会上 法官宣布 澳大利亚针对德约科威奇的签证撤销令 无效 理由是程序不正确 德约科威奇将恢复自由身 参加即将开始的澳网公开赛 由于对医疗豁免条件存在争议 德约科威奇1月5号落地墨尔本之后 被澳大利亚政府拒绝入境 这之前 德约科威奇获得了澳网医疗豁免 在没有注射新冠疫苗的条件下参加澳网 不过按照澳大利亚移民法的规定 这个移民部部长仍然有权利 再度取消德约科威奇的签证 一旦移民部部长决定动用这一权利 德约科威奇三年内都将无法入境澳大利亚 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是减少了去健身房的次数 甚至完全不去健身 这种现象并不说明人们放弃了健身 与线下实体健身房的冷清 形成对比的是热火朝天的线上健身方式 线上健身必不可少的 就是具备上网互动功能的高科技健身器材 美国一项调查预测 今年美国高科技健身器材的市场份额 有望达到45亿美元 今天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电子展上 多家企业展示了高科技健身器材 无论是划船机还是脚踏车 最大的特点就是允许运动者在线上组队 打造一个类似运动社区的网络空间 不仅可以互相敦促打卡健身 还可以在运动之余聊聊天 给枯燥的居家生活添点乐子 建于尼日利亚多地安全形式严峻复杂 恐怖组织活动频繁 并且接连发生 武装绑架 抢劫等恶性安全案件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1月10号发布通告 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物前往 博尔诺州 约贝州 阿达马瓦州 奥贡州 科吉州 卡都纳州 赞法拉州 尼日尔州等等 谨慎前往尼日利亚其他地区 以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 尽快转移至安全区域 谨慎前往尼日利亚其他地区 如遇紧急情况 请及时报警 并与驻尼日利亚使领馆联系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浏览国际大事 白秒天下 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9号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消防部门宣布 此前一天发生在该州 福尔纳斯峡谷的山壁崩塌事故中 最后两名失踪者的遗体已被找到 目前遇难人数已升至10人 这10人曾同乘一条游船 均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和附近的圣保罗州 当地时间9号 美国纽约市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 目前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 其中包括9名儿童 此外火灾共导致63人受伤 目前仍有13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危急 当晚 纽约市消防局官员 丹尼格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火灾是由电暖器引起 从1月4号到8号 印度议会1409名工作人员中 有大约402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者 此外 议会两院多名密接工作人员和官员也被隔离 菲律宾独立疫情监测机构研究员10号表示 该国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 现在达到52% 但有迹象表明 这可能意味着确诊病例数已经接近顶峰 一旦达到顶峰之后 就会看到病例数呈下降趋势 2021年受炎热干燥天气影响 油菜籽主产地加拿大和欧洲地区收成下降 全球油菜籽库存降至4年来低点 油菜籽和菜籽油价格继续飙升 加剧了对全球食品通胀的担忧 免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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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庆祝玉钱珠宝成功上市 玉钱珠宝店特推出 长长久久 千金送万家活动 行家特意拿出100套金首饰免费送 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 是不是在还在震撼 现在只要打击电话 一分钱不用花 玉钱珠宝免费送到家 铃铛有限 数量有限 极限前100名 请抓紧时间 免费领取 只要您现在打击电话 一款新型镂空项链 男是立体镂空包围项链 女是福字戒指 男是霸气大福戒指 女是龙凤手镯 男是皮胸手串 足足六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 现在只要打击电话 这一套首饰足足六大件 免费送到家 一分钱不用花 不用担心 不用怀疑 此次活动 获利不按市场价格定价 就是为了厂家 为了做品牌宣传 说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 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 有没有被震撼到 先打电话 抢一个名额吧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有大福了 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这一话 玉闲珠宝全国推广期间 女款西行镂空项链 男是立体镂空波纹项链 女是福字金戒指 男是霸气大福金戒指 女是龙凤手镯 男是皮球手串 足足六大件珠宝首饰 全部免费送给您 免费送给您 没错 只要打个电话 您就能把整整六大件 珠宝首饰带回家 更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但只有一百套 只有一百套 赶快打进电话 打进电话吧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每一件首饰 都有国家权威的检测证书 保证真金工艺 第二 我们在上海 北京 深圳都有分店 营业执照 就在墙上挂着 不是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的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 退款 我再次提醒大家 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 所以呢 只有一百套 现广告播出期间 主动打进电话的 电视观众朋友 免费送 真的免费送 免费送 由著名设计师 制图打样 二十年经验老师傅 亲手雕刻 腹筋工艺的 男士立体镂空 包围项链 男士金皮胸手串 大气天成 璀璨夺目 自带一股霸气磅礴 神与争锋的气势 还有一款新型 镂空项链 女士福字戒指 女士龙凤手镯 华丽富贵 都是今年最新款式 戴上更衔 尊荣华贵 细域非凡 但是今天 只有您打进电话 随便提问一个问题 那么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送给您 只限前一百名 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 请抓紧时间 不打电话 免费领取吧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健成猪 你新年好 没有手套 没有负荡 健康健 怕这档多健存 健存 零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如也 享乐吧 幸福生态智能 服务平台 七位数用户规模增长 一百家网红主播带货 年成交额破亿 轻松解决货源 选品流量难题 快速实现报单 欢迎优质厂商 GMCN机构 洽谈合作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健成猪 你新年好 没有手套 没有负荡 健康健 怕这档多健存 健存零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如也 首先来说一条好消息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回 一起走进新闻下段场 我今时期将来 周末生活秀 秀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我们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 新闻多角 决定一遍 下面进入百两秒评论 我们来看 欢迎来到早前 新乡站 新乡万千 都收贴度 第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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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领资讯未来 好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广西南宁 大明山上的金色云海奇观 感谢您关注 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刘欣 明天见 明天见